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同驻生态文明之机 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欢迎大家来到水土保持科技奥园 可以看到正前方的这棵香樟树 就是习总书记捐种的 长厅曾经是浪方红浪区域 水土流石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水土流石面积达到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很多人到这里来都以为是天然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 在2000年以前都是光秃秃的红土地 这一块是一个水土流石野茂 我们为了科学研究留下来的一块光榜地 因为人类的原因跟自然的原因 土壤是漏水漏肥 地表的这个温度也达到76度 鸡蛋都可以煮熟了 西总书记是1999年10月27日 来表演我们的水土保持工作 看到我们伤光啊 灵穷啊 把以长厅为重点的水土流石治理 滤入了2000年的省委省府卫民办事实项目 每年投入1000万 解决了资金上的一些困难 在2000年的5月29日 西总书记得知长厅和田 要建设世纪生态园就非常高兴 特意命人送来了1000元捐种了这棵香榨树 这是一家习近平同志 检种香榨基岩树的首款收集 1000块钱用于检种树的苗木栽植 以及广富的一些费用 当时是我经办开启这个收集 香榨树是在我们洪朗期 也比较实意种植的一个树种 而且我们的客家的村口 都种植一些香榨树 客家人把这个香榨树 当做一个保平安的一个神术 总书记主度我们 BC切而不懈地搞好水土流石治理 要重点治理 以点待面 在技术上呢 我们常听的水土保持的技术人员 还有一些高等应效的专家 教授 到我们水土流石治理 其一进行科研 总结了一套技术模式 我叫马雪梅 山东青岛人 86年嫁到厂厅 99年过来 承包了2000多亩地 包了50年 那个时候我没什么种地经验 不知道连草都不长的地方 那不可能长植物的 农林大学有个叫黄岩河教授 当时他拿了一点草苗 他告诉我那个是本西草 他说这个草能活泼 我说我试一下 成本挺高的肥料工人工资 他当时拿了两鞭子带过来 他说我这苗也挺贵的 我免费的提供给你 因为我认定他不行嘛 最陡的地方 最容易被水冲的地方 我把这个草给他就种在那个地方 结果我发现 下一点雨 我也撒了一点肥料 还行 没多久 他这个整个就盘下来了 就一片草的那种 真的就这个草 伤害力很强 对我是帮助非常大 以前连那个种的果树的地方光溜溜的 现在呢 现在果然需要除草了 路上你看都这么茂盛 这个片区现在全部是换种的七层 对面那个三层楼 这边是我的猪场 底下是我的环保处理设施 锤叶池 另一个山头就是鸡场 慢慢慢慢大家看到了 希望政府治理这些黄山 也都出了不少钱 在家老百姓也看到了 比如说我们前面种的来 哎 我日子过得挺好的 像我现在呗 在农村来说 我们有个几十万的收入 相当可观了 这一片湿地公园呢 原来是一个钢河田 水底流失治理好了之后 水分多了 山下慢慢变成沼泽田 沼泽田我们通过几个细水吧 给它建成一个现在的湿地公园 一天接待的游客量 最多是两万人 长厅原来的森林覆盖率 只有58% 那现在已经达到了79.55% 整个生态环境改善了 生物多样性也多了 它这种就是流鸟 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叫做黑水晶 它的特点是 嘴巴是红的 会的尖端是黄色 尾巴两边有白色的 我从2015年开始拍鸟 到现在已经是9年时间了 那个时候会稍微少一些 你看现在听到的这个 这个叫阴间 这是真的是很少 很少会在这个地方的 这是镀间的一种 到目前为止拍到图的 有19个木 有19个木 可以对长厅的一个 阴切兴旺 和光心关爱 当时市总书记中的 香江树 在二十几公分 现在五十几公分了 墙厅也从山光水索 填寿零穷 变成了三星雪秀 填封零富 通过生态经济灵的一些便宜 也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历史趋势 让我们携起手来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 共同构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共同建设 清洁美丽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